今天猛蟲搜集 把他搜到的是雪雕 雪雕也适合当宠物养 建宏哥 这个雪雕是从欧洲来的 其实大家都讲雕皮大衣 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就 因为动物环保的问题 我们就不提这个了 重点是大家都以为雕是宠物 其实我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雕是工作雕 工作雕 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他这么小自然的干嘛 他可以做什么 他可以做什么呢 第一个 他可以协助打猎 因为大家知道 欧洲有很多兔害 鼠害 他厉害的地方 就是会钻进去把兔子赶出来 把老鼠赶出来 这时候猎犬就上了 所以说在欧洲地区 他是打猎的好伙伴 这是他第一个工作项目 第二个工作项目叫水电工 这个水电工要干什么呢 而且在英国还有水电工执照 当然是怎么样 他就是他在考试的时候 他会在他身上细一条电线 然后把这个水管都细好 都准备好了之后 他就要从A点切到B点 然后那边的工作人员 就可以把这个线收起来 就把电线给收好了 很厉害 而且他如果不对 他还会退后 所以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他有这样的功能之后 就纷纷把他让他去做一个工作权 还有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 养了雕之后他味道很重 会有些很奇怪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他放屁还很臭 我这样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味道可以保护你 家里不要有老鼠 因为镊齿最怕这种味道 他们如果在野外或在家里 只要一进去 闻到这味道马上去堵囊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食物就是镊齿 就是小老鼠 所以在欧洲养 只要是养雪雕的 第一个 家里不太有老鼠 第二个 只要你农田有老鼠 就派他去 第三个 如果你要做打猎休息 大家知道有猎记 因为有些动物会违害农作物 所以有些政府 他就会开放一些时间 让你去打这些动物 这个是合法的 现在目前还有些国家 还有这样的一个策略 就派这个去 像我们训音协会 我们就带老鹰 带着雪雕 去钻那个鼠的洞 那个老鼠兔子 全部跑出来之后 猎犬什么就上 这个进而来协助我们农夫 会有非常多的丰收 除了雪雕可以当宠物养之外 还有一种小小毛毛毛动物 叫做蜜带巫 瓦尖叫我哥有带来现场 这个就叫做蜜带巫 好像老鼠 好小 他那个巫就是老鼠的巫 旁边写巫 对 很像天竺鼠 可是要跟大家报告 他不是鼠 他不是鼠 他的远亲亲戚是带鼠 还有巫尾熊 这体积差太多了吧 对 因为他的来自于澳洲 所以他跟大家都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什么非鼠 对 天竺鼠 那是因为他演化的效果 变成了看起来就好像是鼠 那是因为他可能要躲避 或什么 因为他个子比较小 他群聚型的 所以刚刚众多兽医都有提到 群聚 忧郁什么 这样的一个小动物 基本上他也不可以只单独两只 如果你要养他的话 基本上就是 要嘛就是一公一母 要嘛就是一公多母 享受一下情趣 这个还蛮符合人性的 对 然后他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 因为他可以从空中滑行 五公尺之远 但是靠什么呢 我们看镜头带一下 有没有 这里有个薄膜 很像飞鼠 可以滑翔就对了 对 他可以从A点到B点 这样滑过去 这个距离非常非常远 这个是他逃命的一个方式 也是他生活的方式 基本上他是杂食类 杂食类 他可以吃一些昆虫 吃一些煮过的生肉 或者是像一些水果 蔬菜等等 所以他有一个叫做 口袋小怪兽的外号 因为他很小 很小只 所以现在有些人 就把他养着放口袋 然后坐坐捷运 就跟他玩一玩 按照规定他是不可以 但基本上很多人 就把他养着的时候 就会去顾及到他的生活形态 可是我要跟大家报告 这样子一个密带屋 其实不好养 在这边强烈建议 没有做完功课 千万不要入手 为什么 因为他是夜行性 夜行性跟我们人类生活不一样 跟白天上课 白天上课 上班 回家要休息 这个时候他开始活药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陪他 没有办法陪他 他是不是久了 他就忧郁症了 对 对 他生活模式跟人类不一样 所以要养他 所以很多会有弃养 或者养得不好 这个对于动物福利 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再次要强烈呼吁 养这种特殊猛虫 一定要把功课 跟自己的生活习惯 理清楚之后 我们再来入手 我觉得听起来真的 宠物很多心理的毛病 比人还要多 可爱的宠物 除了猫猫狗狗之外 今天萌宠搜集 要帮他介绍的是反叉萌 你有想过鳄鱼 它可以跟猫咪一样温许吗 建宏哥有验生 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误以为 鳄鱼好像很凶 一定很凶 我跟各位报告 真的很凶 真的很凶 可是问题就不是什么 问题是你要把它去敏 你要把它减敏 什么意思 就是所谓减敏 就是说因为像它毕竟是 冷血动物 那它没有看过这个 人事物超紧张 你要尽可能的就跟它 触摸它 多带它出去走动一下 你还带鱼去散步 加减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去名跟社会化 可是你不怕它攻击你吗 其实不会 其实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冷血动物它其实就是 习惯这个模式跟这个味道之后 严格来讲 它的食物来源并不是在 并不是像野生 它要去狩猎 对 所以它食物来源是充足的情况之下 它不需要做这样的行为 但我好奇 这在台湾养合法吗 这是合法的 合法的 在我们在前几年就已经有陆续 很多人再去飼养这样的一个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养鳄鱼是这样子 养鳄鱼它因为它的食物 必须你要提供一些生肉生血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心理疙瘩上面 必须要克服 真的 所以再来第二个 你对于它的生态 你必须也要很了解 我们刚才讲 特宠 它跟一般狗猫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不同的生活习性跟方式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都作为 一个很适合的饲养方式 比如说第一个你看 我抱它的方式 就是要把它的脖子这个地方夹住 对 那防止它左右 第一个保护自己 第二个保护别人 再第二个就是 我们建议 它就跟农委会强调了几种 猛犬一样 出去是不是要戴嘴套 像这样的鳄鱼 我们也会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方式 外出的时候 这是给大家心安 也给自己不要发生惹麻烦的事情 然后再来 因为这个鳄鱼它是后驱 什么叫后驱 就是后轮驱动 后轮驱动 后轮驱动 它后性比较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特写一下 它前面是五爪 对 前面是五爪 各位看它没有扑 对 没有扑 所以它在游泳的时候 它不是靠前面 是后脚 它是靠后脚 后脚有扑 真的 所以你如果要跟它当好朋友 你得要把这个弄清楚 所以它的动作一定是后腿弹起来 它的力气就非常大 包括左右摇摆 这些动作还有它尾巴去扫 这都是它的一个很强的力气 所以如果说你要接触它的话 它以后长到两公尺左右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克服它 它会再大了 这个是以后未来我们要去想的一个问题 但是两公尺算什么 因为它就是眼镜凯门二马 这有什么大不了 我们看看我们旁边这一个 蛇 好大明星 黄金蟒 我先跟大家打招 不是我欺负小妹妹让她拿 我拿这个那么小 是因为我刚刚拿了一个雪雕 我怕她误以为那个味道很好吃 就把我捆起来了 OK 各位看到这个叫做黄金蟒 黄金蟒 这叫黄金蟒 这真的可以养 这不会咬人 这真的可以养 它在人饰养的环境中 可以长达四公尺 攻的大概三到四公尺 那如果野生记录是超过七公尺 在缅甸这个地方 东南亚这个地方 它在亚洲来讲已经是前三大 你看我有味道还一直往这儿来 对啊 OK 它真的不会攻击你 不会因为四组已经在 而且我们已经给它喂过了 也是吧 对 好 这第一个跟大家讲 第二个 大家觉得好奇 这么大 它到底可以吃什么 对啊 我们可以看它一下身体最宽的地方 跟大家做一个机会教育 中段的地方 腰围 腰围 这个地方它腰围 对不对 扎实 大概那么粗 来 我跟各位讲 这个尺寸内它全部可以吃得下去 这个尺寸内就多了 像中小型犬 是 猫 对 好可怕 对 一些特宠 大老鼠 全部不是它的对手 这是 这个跟大家讲 那么再来如果有机会 要养到这么大的这个蟒蛇 必须要弄清楚一件事 它有五年的时间 可以长到那么大 再来一个 它有二十年的生活的寿命 那你不要说你养了它之后 结果自己不幸的 这样解剖的 你真的要交给谁你都不知道 所以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你也要去注意 也就是说不管是特宠 大大小小反差萌的 不管怎么样 它的生活形态 它的寿命 你都要全部离心组之后 你才可以去着手去接触它